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最近过得什么怎么样 我现在就缺个老婆 现在找老婆不好找 谁让你当初听你妈的话跟我离婚 活该你现在老婆找不到 什么活该我老婆找不到 就是因为我妈看到你一直不怀孕 所以才闹着让我们离婚的妈 她就感觉你不会生 然后让我重新找另外一个生的妈 那你那个时候怎么一点主见都没有 我没办法 你什么都盯你妈的 要是你不盯你妈的 我们会这样吗 结婚生死 我就要听父母听大人听长辈的 不然传宗接代都没有人了是不是 搞得好像你家很有钱似的 她生个孩子来寄诊你家皇位吗 哎呀你不管寄不寄诊有没有钱 哪一家都是传宗接代 要有小孩 不可能要到我这一辈就断了后代 是不是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怀孕了 你怀孕了 嗯 那意思是我们当初在一起你没怀孕是我的问题 嗯你还是好好去检查检查吧 我怀孕了 那 你你跟别人在一起多久了呀你就怀孕了 我们了 嗯 三个月了 你跟别人在一起三个月就怀孕了 对呀 这么快呀 嗯 嗯所以呀就是你的问题 那果然真的是我的问题哦 嗯那 当初 当初对不起你 我一直以为是你的问题 然后我妈也一直在 骂你一直在数落你 就感觉你是一个不会生蛋的母鸡 她总是这样说 一点对不起你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怀孕了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怀孕了 那恭喜你 那我 原来是我的问题呀呢 那 你自己好好回去然后去医院检检查 啊 要不你跟那个人离婚吧 我们复合吧 然后我好好检查我们生一个行不行 你好搞笑我都我都怀孕了 还还跟人家离婚 你在开玩笑吗 你说离就离想跟你复合就复合啊 你跟我在一起时间不要长啊对不对 你跟那个人在一起也没多长 你就把小孩打掉了 然后我们复婚嘛 复婚 然后我就要好好的检查检查好好的治疗 然后我们再要个宝宝就可以了嘛 我说你是不是没睡醒啊 你让我离我就离啊 当初我求你的时候你也让我离啊 现在你叫我去跟人家离 人家对我比对你好 不是人家对我好 不像你之前跟你妈一起哄我走 人家妈对我也好 就算我是恶婚了人家都不介意 那是我妈以为你不会生嘛 所以才那样子对待你的 要是早点生 他就不会这样对待你了嘛 早点生 我要能生我早生了呀 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是我的问题 说的好像是我的问题一样 是是我的问题 你也回去跟你妈说吧 我们在一起那么久我对你都有感情了 知道吧 有感情你也不会跟我离婚 我还爱你的 我就是想要小孩我才跟你离婚了呀 对不对 现在我们复婚 然后我就一样检查 治疗一下 我们就可以要小孩了嘛 你真的是一想天开呀 说话都不带动脑子的 人家对我好 我为什么要跟人家离了 来跟你呢 啊 来继续过我这种苦日子啊 我脑子进水了吗 再怎么样我也不会回来了 我们就这样吧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怀孕了 你好好反省吧 我走了 哎 好 怎么会这样啊 这原来是我的问题呀 哎